最近一段时间,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和生活的艰难,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、失眠、孤独。 你们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觉?都一段时间要去自己聊过这段艰难的时光。 那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程度呢? 大概是自己和影子跑步,因为此刻能陪伴自己的只有影子了。 今天终于想去吃顿大餐,还好对面有个人陪伴,不让自己看起来很难堪。 选了张电影座位,特意选了旁边的座位,你也是一个人来看电影吗? 你不要哭了,你还有我我是会永远陪伴你的。 独孤了很久是什么体验? 啊,就是心里已经非常平静了,什么事情都记不起过来,我不知道该向谁诉说我的喜怒哀乐, 反而陌生人更能感同身受。 好像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独孤。 灵妖。 上初中学后,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老师,给我印象很深,性格温柔,讲课也讲得好。 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,在台上给我们讲经味丰富的样子。 那天晚上半学后,我有事去办公室找她,当时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一个老师。 我们聊完了学习上的事,我正打算离开,她突然叫着我,有些犹豫的停了一下,问我,你是不是着急回家? 我说不及啊,老师说,那你坐这儿,跟我在聊或二天玩吧。 后来我才知道,她早在几年前就和丈夫离婚,孩子也给对方带了,这些年一直是一个人生活。 02那年刚上大一,中秋,同宿舍家在本地的都回家了,宿舍里只剩下我和一个安婚的室友。 我本来是约了同学出去玩的,下午五点,已经联系好了吃饭唱歌的地方。 就在离开宿舍前几分钟,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床上看着手机,我过去看了一眼,发现是浏览器上很无聊的那种动态推送。 我问她,你看这个干嘛,为什么不出去玩啊? 她没说话,停了几秒,洋装无所谓的说,反正也没事干嘛,我特别无聊的时候就看推送,都习惯了。 然后那天我没出去玩,而社友在宿舍,找了一个很老的电影,和社友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电影。 林三有一次上晚自习回去,本来累得很,正准备睡了,手机屏幕突然显示收到一条QQ消息。 有空吗?聊一会儿吧。 我说大晚上了,聊什么啊? 她说都行,主要是睡不着,也找不到别人聊天,因为中午晚上,吃饭都在食堂碰到了,觉得有人,就找你聊了。 这个理由很别讲,但我竟然接受了。 聊天过程中,脑子里浮现的是她平常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样子,上课小课一个人,吃饭一个人,上自习也经常一个人。 开始以为她是特立独行,后来发现,她只是容不进别人的圈子。 这样的人往往孤独,她有时不是不愿意与人相处,而是不知道怎么相处。 别人眼里的特立独行,其实只是单纯的寂寞。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孤独,每个人的孤独都是这么的漠不作声巧无声息。 如果这里也有你曾经的样子,此刻不用再感觉孤独,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止你独自一人。 我们都是一边独孤,一边努力的生活,努力的将生活活得多福多彩。 希望最好的你,经历过这些生活的磨难,最终能够得到疼爱,关心,和快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拍摄了。